曼英作为怀语乐坛很有知名度的个性女歌手 一向拥有超高关注度 围绕她的生活和音乐也有很多争议和说法 但是她对自己婚姻的一句评价却是得到了很多人的肯定 就是她评价自己的第二任丈夫孟童时说的话 她说我这辈子做过最英明的决定 就是嫁给了比我更傻的孟童 孟童傻吗 这就不得不提到孟童的出身了 作为一名海归精英 孟童有着敏锐的商业嗅觉和过人的胆识 凭借独到的眼光和长远的见识 在寸土寸金的北京 把自己夜店的生意做得丰盛水洗 这样的眼界并不是任何人都能轻易拥有的 那作为妻子的那英为什么这么说呢 那英的第一段感情谈的也是轰轰烈烈 圈内圈外无人知晓 这场和国足第一前锋高峰的恋爱长跑长达十年 那英的性格一向直率而热烈 对待爱情也是全心全意的投入 愿意为了高峰奉献一线 甚至心甘情愿的未婚同居 期间还怀上了儿子高兴 两个人的恋情沸沸扬扬满城皆知 两人一个是华语乐坛特别的存在 一个是国足中如日中天的前锋运动员 两人恋情的关注度非比寻常 就在大众都以为这是一对金童玉女 一定会走入婚姻殿堂的时候 却突然有消息爆出高峰 和一名酒吧歌手早有暧昧不清的关系牵扯 甚至还有一名私生子 那英当时已经未婚先孕 怀孕期间得知了这个消息 一度伤心欲绝 可是质子无辜 他没有办法抛弃自己无辜的亲生骨肉 于是他还是生下了和高峰的儿子高兴 但两个人破碎的感情已经不可能修复 高峰为人张扬 那英也是骄傲的脾气 所以在高兴出生六个月后 他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和渣男分手 不过虽然已经做出了抽身的决定 心理的创伤也无法迅速愈合 也是在这个时期 那英写出了征服等等经典歌曲 为自己夭折的爱情画上句号 事实证明这个选择还是明智的 高峰后来陆续爆出酒后 殴打出租车司机等丑闻 可以说让这段感情结束的面目全非 也让那英彻底认清了自己 挫抚的十多年感情 在感情中受了伤害 被爱人背叛 那英开始变得缺乏安全感 虽然依旧直率坦诚 但已经很难相信别人 孟童就是这个时期出现的 孟童在别人看来是一个精英中的精英 早在上世纪90年代 就工读拿下了德国的MBA学位 那时候的留学生本身就很少见 而孟童不仅学习成绩漂亮 眼界和见识也不是一般人能比你的 她在回国后通过一段时间观察和总结 迅速发现了商机 于是开始筹备 在工体周边开办娱乐场所 她敏锐地意识到 娱乐业所能带来的商业发展潜力 很快 第一批工人消遣娱乐的酒吧 在工体周边开办了起来 事实也证明她的眼光没有问题 VIX酒吧时至今日已经成为了 北京酒吧行业自身的龙头企业 而孟童的身价也自然水涨船高 就是这样一个海归精英 无可救药地爱上了耿直率真 但同时又脆弱的耐硬 这两种矛盾的特质出现在同一个人身上 让她十分着迷 作为别有想法的好哥们儿 她了解耐硬之前受过的伤害 对她的过去无比包容 同时也特别心疼她的遭遇 那应开始并没有打开心扉 毕竟在任何人看来这都是不可能的 一个海归精英怎么会对一个未婚仙韵 带着孩子的女歌手动真感情 她不敢再尝试 也深觉自己配不上孟童 一直在逃避孟童的示爱 孟童没有放弃 她还是每天围在那应身边 陪伴她 无论是她经受了什么挫折 有什么奇怪的脾气 怎么看待她们之间貌似巨大的差距 和那些世俗的一样眼光 也不理会外界的声音 她向那应承诺 一定会数十年如一日 永远爱她 甚至也不介意高兴的存在 对高兴会像亲生儿子一样 教育和宠爱 日久天长 那应逐渐认识到 这个一直陪伴在自己身边的男人 并没有欺骗自己 也感动于她的所有付出 于是她也终于敞开心扉 两人感情迅速升温 在2006年登记结婚 孟童也果真像自己承诺的那样 对妓子高兴也是如己出 给予她毫不吝啬的爱和教育 哪怕后来亲生女儿也出生了 她对高兴也丝毫没有变得更冷淡 反而有时候会引起女儿的嫉妒 说爸爸对哥哥更好 爸爸更爱哥哥 婚后孟童作为丈夫也尽职尽责 让麦音还是妓子大众都挑不出毛病 她不仅会在老婆生日的时候 精心准备蛋糕 把一家四口的照片放在蛋糕上 还会在那英录制节目和聚会之后 转成亲自接纳英回家 即使这样的事情 完全可以顾思继来做 她还是亲力亲为大放秀恩爱 让不少人都羡慕红了眼 现在那英在孟童的宠爱下 已经淡忘了早年的伤疤 重新做回了那个肆意张扬的泼辣女歌手 重新以精神满满的状态 回到大众视野里 继续为乐坛带来冲击和能量 那英的生活可以说是苦经甘来 能够在不幸过后碰到全心全意爱她 给她安全感的孟童 无疑是幸运的 对高兴来说 有一个伟岸 睿智的继父 也是很多人人生中没有的际遇 不知道大家对他们一家四口的幸福生活 怎么看呢 感谢观看 关注我 带你了解更多娱乐故事 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快来关注战舞娱乐